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一同来崇拜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几十道 我也很高兴我们教会 美国旧金山山后睡的教会 会有回到这个地方在这里 崇拜,聚会,侍奉,还有做这事 我感谢在这里 我感谢在美国旧的教会 现在可以看到几个节目 可以回来这里 可以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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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骄傲 为他们感谢上帝 我感谢他们的感谢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 上帝的旨意 与人的信心 今天我会和弟兄姐妹来思想 今天我会和弟兄姐妹来思想 上帝的旨意和人的信心在我们 跟神祷告的事上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 我们的祷告 也必须要和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的祷告也必须要有 完全信靠的信心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 上帝的旨意 是超越我们的信心 因为神的意念 非同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 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神的旨意 是跟我们信心 是有个高上 和低 更低的一个比较 所以跟神的旨意 跟神的旨意 是高过我们的信心 所以今天我要用一个圣经里面 耶稣的神的旨意 这个故事 来描写 上帝的旨意 以人的信心 我们也知道 当耶稣遇到这个 麻风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当耶稣遇到这个麻风的病人的时候 这个麻风的病人 他也知道 上帝的旨意 他也知道 自己的信心 我们先要看到 一个麻风病人 他的遭遇 他的经历 是非常的痛苦 一个麻风病人 在当时的时候 他的疾病 是不可以遮止的 是incurable disease 如果当一个人 中到麻风病的时候 他是完全的无助 完全的疾病 所以是一个人的病人 在当时 他有一个人 是一个人的病人 是一个人的 整个思想的 神经系统 被麻风的病人 把他吃进了以后 慢慢就麻木了 所以就射起了 他的耳朵 射起了他的鼻子 射起了他的手指 如果是一个人的病人 他会完全 射破了 整个人的病人 所以他会 避免了 他会被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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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 亲戚都不可能 跟他接近在一起 就好像 两三年前 疫情刚刚开始 你就可以想象到 那一个可怕 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亲爱的人 受到疫情 这个病的时候 就关在医院 过人定在里面 就不能够看你 你也不能够去看他 所以他就很快的 更快的死掉了 所以 一个中道麻风的人 只有 上帝 可以避免他 在当时 那么没有人 可以避免他 所以在当时 人家的病人 只能避免他 只有天 能够避免他 但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 能够避免他 1980年 我当时 两次 年轻人到 麻风 病院去传福音 当我在一年的一个教会在一路上,当我在教会的社会,当我发生的教会在一路上,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地方坐在一路上, 我们不可以跟麻风病人坐在这里 我们不可以跟麻风病人坐在这里 我们不可以跟麻风病人坐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麻风病可以传染 因为他们很痛苦 有个麻风病人告诉我 谢谢你们来看我们 没有人关心我们 只有你们能够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关心我们 我们就到他们的房间去 有一些麻风病人不能出来做礼拜 因为他们不能出来做礼拜 就在那个地方等死 非常可怜 圣经形容我们这个罪人就好像麻风病一样 我们的罪毁了我们的思想 毁坏了我们的心 毁坏了我们的身体 结局就是滅亡 所以你跟我呢 在神的眼前呢 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是一个麻风病人 我们的希望是谁呢 我们的希望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让耶稣来接近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接近的人 这也是麻风病人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要撕裂他们的衣服 他们要撕裂他们的衣服 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 所以这个麻风病人 知道耶稣可以医治他 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来看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态度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态度 我们来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态度 这个麻风病人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当了一些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态度 这里告诉我们 他跪下来对主说 然后他说 杳如你一样 就那我们看第三个态度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麻风病人的态度 就是他非常的谦卑 为什么他在主人面前谦卑呢 因为他认识耶稣是主 他说主啊你若肯 他是主 他有那个权柄 他有那个能力 他可以意识我 所以我愿意来到主人面前 这就是我们在耶稣面前 应当有一个权柄的态度 所以主耶稣看到他的心态是这样的权柄 甚至说主耶稣动了持心 所以主耶稣就要治他 所以主耶稣就要治他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麻风病人 他很尊重耶稣的主权 所以他说主啊你若肯 如果你不肯的话呢这是你的主权 如果你肯的话呢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和祷告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和祷告 主耶稣有他的权柄可以医治你 他有他的主权可以不医治你 这是耶稣的主权 他的主权超过你的心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 当我们来到主人面前 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这个麻风的病人 他的祷告是非常正确的 他说主啊你若肯 那如果你不肯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你不肯的话呢 那不要紧 因为这是你的全病 所以他对主耶稣说 主啊你若肯 他没有勉強 耶稣一定要治他 我们的祷告常常 勉強上帝要治我们 勉強上帝要治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帝不是你的主 上帝是你的仆 你就是上帝的主 所以这不是正确的祷告 所以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西西家王他很年轻 当时他还是中年的时候 他中了一个疾病 然后他在这种病毒的当中 耶稣就对他说 西西家王啊 你中了这个病 你必定要死 他很痛苦 他很羞 所以他就转身 向着墙道道 然后然后 他就转身向着墙道道 我这样的重心释放你 我行你所有我行的善 我这样肯切地追求 常常祈求你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死呢 我的年轮还很多 然后 以西家王告诉我们 早晚向上帝祈求 祈求 他在墙道道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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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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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能够健康 求你完全的医治我 所以他要求上帝要医治他 他早晚向上帝 必须上帝 要上帝医治他 这个就是免账的求 当 Issaia离开这个皇宫的时候 他向上帝强求的时候 上帝对于Issaia说 你现在回到皇宫去 然后他告诉西西家王说 我再给你活15年 高兴不高兴如果上帝说 再给你活15年 你一定很高兴对不对 所以就请牧师来 才开展感恩会 他非常高兴 再给他活15年 在15年里面 发生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 被人派人来拜访 西西家王 送给她一个卡 恭喜你 全力了 然后就给她一个礼物 就是王帝送给你的礼物 恭喜你 然后西西王非常地骄傲 她就带她们进去把她所有的宝库 王金 所有的产业 给她们看 然后把她的武器也给她们看 所有国家的米米完全被她们出来了 然后她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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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从哪里来 这些人从 Babylon来 你告诉他们什么 所有的皇帝 所有的王公 所有的保护都给他们看 所以她们回家了 然后她们回家了 然后她们回家了 有一天 这些 Babylon 然后王要来把你所有的皇宫的一切东西 完全把她抹去了 连你的孩子都要被抹到 Babylon去了 bahkan anakmu sendiri akan ditawan sampai ke Babylonia 然后她说 不要紧了 我还活着 我死了 看不到了 那没有问题 然后她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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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情 十五年里面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马拿西 他做王帝做了五十五年 不是四年 不是五年 你去看总统 做四年 做五年 如果好的总统 国家就好 明白没有 如果笨的总统 又弱的总统 又做了 整个国家都倒下来了 对不对 就好像美国那样 所以你要知道 这五十五年 其实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她就把偶像 带到圣殿里面去 她就不但拜偶像 她把她的孩子 杀死了 献给偶像 整个以色列的国家 从她爸爸做王帝 知道她做王帝 完全地走下坡 完全地败坏了 这是她强求的结果 以前有一个牧师 告诉我一个故事 有一个母亲 她生了一个孩子 这变成了 她丈夫死了 就成为寡妇 她生下一个女儿 她非常地爱她 她经历女儿 生病病得很严重 祷告上帝 你一定要医治我的孩子 我做的热心爱你 这么热心的 服侍教会 求你医治她 你一定要医治她 你一定要医治她 神医治她吗 神医治她 17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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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个女儿 跟男孩子发生关系 犯的罪 她很痛苦 她很害羞 然后她自杀了 然后她自杀了 以后她妈妈就想起 17年前 我勉強 上帝 就上帝 医治我的女儿 现在她自杀了 她很后悔 神知道将来 要发生的事 你不知道将来 要发生的事 所以既然 这个时候 你遭遇到 很多的灾难 很痛苦 你不明白 不管你遭遇到 怎么样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的后面 常常有上帝 特别的计划 阿们 你不要勉强 要你所要的东西 你要学习主耶稣的祷告 他三次向上帝求 把这个苦杯离开他 这个苦杯就是 是十字架的痛苦 但是 要照你的意思 不是照我的意思 但是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尤其是 这是耶稣的祷告 第三点 我们看 这个 麻风的病人 他有信心 然后我们看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相信 他能够遇到他 他也有信心 他能够遇到他 他也有信心 他也有信心 他能够遇到我 你必能 叫我 接近 这是信心 必能 叫我 接近 这等于说 他有信心 但是他也相信 上帝的主权 所以 你就看到 神的旨意 跟人的信心 在这个地方 很掌浅出来了 他知道 耶稣能够遇到他 他知道 耶稣能够遇到他 现在问题是说 耶稣要不要遇到他 那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 那什么呢 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 主耶稣说 我肯 然后耶稣说 我肯 所以你必定得到接近 所以你必定得到接近 所以呢 耶稣就摸了他 然后 耶稣就接近了他 然后 然后 耶稣就接近了他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伸出他的手来 然后 在这里 然后 耶稣就摸了他 没有人敢摸 马封病人 然后 没有人敢摸 马封病人 就 主耶稣敢摸他 就 耶稣就摸了他 然后 你看耶稣讲的一句话 对不对 我肯 你接近了 看到吗 所以这一句话 等于说 主耶稣 他的旨意 接近 这个打目封的人 所以 主耶稣就摸了他 然后 他就得到了 一支 然后 他得到接近了 然后 他也就 能够 能够 一支 很多时候 你在病痛的时候 医生没有办法 医治的时候 你祷告上帝 最后 上帝医治了你 我们相信 上帝知道现在 就是我们在 病痛中 医生没法 的时候 医治了我们 我们也相信 到现在 医生没有办法 我们相信 医生没有办法 到现在 没有求 没有法 上帝无法 这个叫做 直接的医治 那么第二个医治 就是不直接的医治 yang kedua 也就是 医生 父事 来医治我们 耶稣 这里讲了一句话 健康的人 用不找医生 对不对 有病的人 才用得着 所以如果 你有病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不要去看医生 我祷告 祷告就好了 有的时候 神 就叫你祷告医生 为什么呢 因为神 可以用医生 来医治你 我19年前的时候 种到了一个 癌在我的 肝里面 19 tahun yang lalu saya ada sakit liver 疲劲 血 疲劲 疲劲 然后 我请求了 两个医生 然后 我去找两个医生 医生说 要动手 医生说 要用手 我问你几个牧师 那我就去买了这些自然产品 如果有病的话 什么药都敢吃 什么都要的 吃了三个月 这个理由还在这里 还在这个地方 没有改变 以后医生就动手术了 把我的肝切掉了55% 以后就再长起来了 所以还是活到现在 19年了 刚刚去看我的医生 我刚刚去看我的医生 医生说你是我最久的病人 他说 还能过19年 等于说我的死的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今天可以在这里讲道 还有工作还没有做完 现在你工作做完了 上帝说 来 回来 你就说拜拜 跟别人 所以你要知道 神可以用医生来医你 神 不直接的医治你 你要知道这两方面 那么我讲一个短短的故事给你听 所以有一个小孩子 他小的时候已经中到了糖尿病 很厉害 所以他要打这个 这个胃道树 这个insulin 那么他去找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告诉他 不用不用再打声了 祷告祷告祷告 静止祷告就好了 你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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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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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以后就还是议丰下来了 一 二 三 三 四天 然后之一 然后之一 死掉了 死掉了 以后就找这个牧师了 然后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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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要怎么办 哦 牧师说 你没有信心不够 他不是更加失望 更加失望 对不对 这个牧师糊涂 他不明白 整个圣经里面的真理 所以就害死了这个孩子 明白没有 所以你要小心这样的牧师 你们的牧师不是这样的 感谢上帝 我们讲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字 第一个字 上帝听我们祷告的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代替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代替 上帝啊 我生病 求你医治我 上帝就把你的病拿掉了 给你健康 这个就是代替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改造 你祷告 你祷告 祷告 我病了 求你医治我 所以 上帝没有医治你的病 上帝没有医治你的病 上帝要在你的病拿掉的当中 要写明他的能力 为主做见证 明白吗 所以 保罗身体有一个 一根的刺 他祷告了三次 求上帝三次 三次完了 他不祷告了 这个字还在他里面 这个字让他更感觉到 他是软弱 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谦卑 依靠主 明白吗 所以 你在病痛的当中 有的时候 还是许可 你在病痛的当中 让你在病痛的当中 你可以见证主 所以你成为主的见证人 有的人祷告 祷告 求你改变我的幼父 我的幼母 我的家人 你也祷告的话 他们也古怪 有一个姊妹 嫁到了一个家庭去 他的幼父又怪人 母又怪人 他的丈夫也是怪人 三个都怪人 但是 他现在还是很健康 很乐观 还能够好好地 服侍族 所以现在他还是健康 他还是prima 还能够支援 上帝没有改变 这些人 你也祷告 他们就也古怪 但是上帝要你什么呢 上帝要你改变 你的心态 他就学习 take it easy 然后他也学习 去承担 他就让他们 不要去管他们 不管他们 如果是你的话 你就短命早就死了 明白没有 所以 这个心态改变 当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 人不能改变的时候 人不能改变的时候 上帝要你来改变 你的心 你的态度 就叫做 transformation 所以 我们要学习 神有他的美意 这个人 叫做 Nicholas 剩下来没有手 没有脚 但是呢 他知道 这件事情 有他是神的计划 所以 他剩下来的时候 他的妈妈 爸爸不能接受他 然后他们 知道 上帝有他的美意 所以 训练他 训练他 拥抱他 接纳他 然后 爸爸妈妈 melatih他 merangkul他 menerima他 然后上帝 用他 到了前世 像几百万的人 传福音到现在 神没有意识他 但是神改变他 他成为多人的祝福 他带领了 千万人信耶稣 这个人叫做 Nicholas 大家听看过 一部分知道 这个人是谁 求主帮助我们 那主耶稣 怎样吩咐 这个马蜂的病人呢 你得到了 医生以后 你不要去告诉别人 不要向我 先传 你二 你要到 祭司那边 去查看 当时是说 你好了 全力了 你现在可以回到 世卫工作了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见家人 老婆了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见家人 老婆了 回到 世卫的 身份 和活动 不要忘记 还有一件事 你要先礼物给上帝 你要感谢上帝 你要 bersyukur pada Tuhan 我们 用这段经文来结束 你要知道 上帝的旨意 跟神的信心 就在这个经文里面 显明出来了 你不但要相信上帝 你不但要顺服 在上帝的旨意 你不但要求 你能求求 你不但要1000 因此 要求求 你不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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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信心 因此 尊购 尊购 那些信心 那个信心 如果我们 要求你 任何信心 他是 因此 他 memberkui 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 他必须听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的时间到了 有的故事不再想给你们听了 让你们回家自己找就好了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上帝 我们有机会来听你的话 我们不但要有信心 我们也要完全顺服你的主权 因为你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不了解目前我们所遭遇的 向来的日子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认识对你存在完全的信心 完全的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的祷告就蒙你的取听 你也要改变我们 可能你也要用代替的方法 来代替我们所遭遇的 感谢天父 祢恩耶稣的名称 祢恩耶稣的名称 阿们 阿们